原标题,始终三十五年科技重现,飞机完毫无所降落,街上的乘客丝毫为变关注军事的朋友都知道,自飞机诞生以来,就被广泛应用在军事领域和民优领域。 虽说,随着科技的提升,飞机的安全性能越来越高,但毕竟是将一个庞然大物送上天空,在整个航空史上,已经发生了不少空难。 相较于火车、汽车等运输方式来说,如果飞机发生故障,其后果相当卡中,往往是击毁人亡。 当然,除了这些被正式坠毁的飞机,在人类的航空史上,也有很多飞机在起飞之后,就失去了踪迹,连最后的残骸都没能找到。 对这些离奇失踪的飞机,不同的人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,其中,有不少人认为,这些飞机穿越了时光隧道,前往了不同的时空。 那么,这种说法到底可不可靠,这些故事是不是真实存在? 相传,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,一架客机突然降落在委内瑞拉,面对这架突然到来的客机,委内瑞拉立即派遣警卫人员将其包围。 当时,这架飞机是突然降落,而且没有在雷达上显示,故而,委内瑞拉怀疑其中有恐怖分子。 让人意外的是,飞机舱门打开后,走出来一连茫然的乘客和机组人员。 据机长介绍,他们是941航班,属于泛美航空公司,原本打算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,但却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。 在检查机上的飞行日志才发现,这架航班飞1955年7月就已。 经起飞,距离起起飞的时间,已经过去了35年的时间。 得知这个消息后了,机上的乘客表示难以置信,毕竟,对他们来说,这只是过去几个小时的时间,而且,经过35年的时间,这些乘客的容貌丝毫未变。 看到这架飞行35年的航班,很多人认为,这架航班是不小心穿越了时空罪的。 不过,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嘛。 在看到914号班级事件后,很多网友进行了考证,经过吸收才发现,这个故事可谓是漏洞百粗。 第一,故事中所提到的泛美航空公司,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,主要飞行的都是国际航线,直到80年代的时候,才开始运营国内航线。 第二,在世界空难的记录中,1955年7月,只发生了三起空难,心中并没有941航班。 第三,941航班所使用的道格拉斯星客机,在1955年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的记录。 经过推敲,这个故事极有可能是人为度转。 按照现在的技术来说,究竟存不存在时空隧道,我们无从得知。 不过,相信随着科技的提升,这个谜题也终将会有答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知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